由速帖领导的泰国反政府组织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 9号如期举行最后决战示威游行行动 并称会让游行持续到完全胜利 而与之对立的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红山军 也会与10号发起大规模示威集会 泰国政局再次进入白热化 来看报道 9号是速帖的最后决战集会第一天 反政府示威民众纷纷在其大本营曼谷世龙路的龙皮尼公园集合 分为六条线进行游行示威 其中五组人游行至泰国第357911电视台 呼吁以上电视台不要再播出关于政府的新闻 而反政府示威领袖速帖则亲自带领一组人游行至泰国总理府 呼吁刚刚成立的泰国新看守政府总理尼瓦探龙及其内阁出来谈判 此外 位于政瓦塔纳的反政府示威者在僧侣普塔伊萨拉带领下 冲击泰国政府维稳中心 并于中午与警方发生冲突 示威者试图推倒院外有铁丝网的水泥墙 警方则向他们发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 导致15人受伤 据目击者称 伊萨拉本人也遭到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的袭击 据悉 速帖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的主要目的 是迫使剩下的看守政府内阁成员下台 以便进行他倡导的政治改革 为他组建临时政府和建立人民议会铺平道路 另外 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主席扎都彭表示 10号上午10点将开始组织红山军在曼谷附近的阿萨路 举行大规模集会 以声援看守政府 加都彭表示 他将邀请刚刚被解职的泰国前总理英拉 登上集会舞台与支持者见面 但是英拉方面尚未表态 分析人士担心 泰国宪法法院针对英拉及其前内阁的裁决 将使更多的红山军参加集会 最终可能导致两派爆发流血冲突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 泰国曼谷报道